记者曾德荣台北报道,47岁陈孝轩日前上华市综艺非常赞, 本周请来妈妈艺人闪节目,难得尺度大开, 穿路杯舞衣拉跳国标舞,主持人张飞狂赞, 如果不说乃结过婚生过孩子,一定有很多人追。 同台的相娃不甘示弱,秀出修长眉腿标歌, 来宾张奎也夸保养得很好, 不过两人都刚好失婚,陈孝轩被问到离婚后的感想, 笑说,因为我命好,暗示命好才能有恢复单身的选项, 张飞则搭枪,他恢复单身,真的是老天有眼。 陈孝轩一登场,张飞就立刻夸赞孝轩还是很漂亮, 过去两人曾一级主持,陈孝轩一度被封为飞鱼狼, 不料被吴宗献来案的拔走,后来他又闪下瞻人熊, 张飞至今仍懊恼不已,忍不住抱怨真的发生得太快了, 就结婚了,心中默默地希望他的结果,离婚, 就是这样子,还大赞真是老天有眼, 与碧莲晨小轩都当场笑翻。 另名飞鱼狼马格丽特则超级卖力, 准备了高难度的空中调环表演, 在练习过程中,一双眉腿还抹到脱皮, 忍痛狂秀空中一字马美技。 陈孝轩,左起,向娃霍拉尬舞,张飞亚爽。 华氏提供,马格丽特带伤上阵, 空中开腿一字马。 华氏提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